好,喂喂,一名嗎? 那你今天給我這張考卷啊,第一個 第一題對不對?那7-M 我有寫先寫算式給你 所以你看一下,所以這題答案是C 你可以按暫停然後看一下這題答案是C 好,同學也可以這樣看 再來第二題 第二題這個啊,他說 這個數字就複雜了 A等於101乘9996這一個 好,那所以我們要提出來 好,我們要提出來,看一下 好,所以我們是提101 然後呢,裡面就是通通改掉 然後因為那個6跟 9996跟1005 1萬05了 剛好變成他們的中間是1萬.5 所以一個是1萬.5-4.5 跟1萬.5加4.5 後面那個9997也是一樣 他跟那個1萬.4 9997跟1萬.4也是中間是1萬.5 所以就變成1萬.5-3.5 跟1萬.5加3.5 那就可以變成1加1-4.5-4.5 所以外面101都沒有動 那最後1萬.5的平方會消掉 1萬.5的平方會消掉 那就變成-4.5的平方加3.5平方 那就變成3.5的平方-4.5平方 那又是1加乘1-4.5 就是加起來是8,減起來是-1 所以是-808 那再來 第二題 第二題73這一個 73又142分之1 那你用2先乘進去 變成146 然後又142分之2 142分之2 那後面那個144平方-4 可以變成1加乘1-4.5 那142到第三排這個地方 142會被消掉 然後就只剩146 那這個整數146呢 又減掉整數146 所以只剩下142分之2 那就是71分之1 這是C 那再來第四題 第四題就很複雜 因為它是函數 那它這F10 F10-F9就是10平方-9平方 然後後面都這樣做 8平方-7平方 然後6平方-5平方 減掉 那最後東東是1加乘1- 我都寫出來了 你不要懶惰 那就變成 10加9-10-9 那10-9剛好是1啊 8-7也是1啊 那6-5也是1啊 那後面那個1都不見了 所以就變成10加9 8加7 6加5 4加3 然後2加1 那1加到10就是55了吧 好 這小學就交過了 然後 第五 第五 第五是這樣 好 那 第五是這樣 那就是x-1 然後這個要求 a加b加c 那剛好x-1要留a 那就是x帶2 那b的話也是一樣 x-1要留b 那就是x也帶2 因為2-1等於1嘛 那對c沒有差 好 所以說x-1帶2 那既然右邊帶2 那左邊也要帶2 好 所以我也有 我有這個箭頭 好 這個 左邊帶2 帶2進來 最後全部齁 乒乓啊 什麼加減啊 弄出來 答案就是什麼 19 好 19 好 那再來第 六題 第六題 因為假是一個長方形對不對 好 你的假是第一個長方形 假是一個長方形 那就是 假是一個長方形 剪掉一個長方形 應該是比較深色那一塊 比較深色那一塊 所以就變成說 3x加7 然後x加3 去剪那個淺色那一塊 那乙本來就是淺色那一塊 那假剪乙 那不就是剪又剪 那就等於是要剪兩片乙喔 因為他說假跟乙的差別 差多少 所以要剪兩片 那所以你自己 我自己才會寫一個乘2 那你這裡展開之後 記住 一定要展開齁 一個一個展 就是 3乘 3x x 3x平方 3x加3 9x 7x加21 這樣子 然後面這個 括號都括好 然後最後再去括號 在這裡 去掉括號之後 變這樣 當然是珠 好 這個題目呢 好 題目就剛好是 呃 右邊這 左邊這六題 好 這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第五題 好 第六題 好 第六題 這樣 那第七題 第七題 先看一下 好 第七題 他講什麼 他就是要 要這個 這個除數嘛 因為在分母就是除數 所以說你要先左右同層B 左右同層B 那 第七題 左右同層B 就變成這樣 好 那就B不見了嘛 好 B不見了 然後再把那個 右邊的-2啊 移過來變加2 所以就變成-2 好 -4再加2 好 -4再加2 就變成-2 然後再用長 長出法 除以這個 2-1 那這個 記住喔 這個缺項啊 所以要補0 喔 那最後一定要整除 才 才是算對的 那所以 這個B 就是你的商事 好 2加1加2 這一個 2加1加2 在第八題 第八題是這樣 好 第八題是這樣 那一樣啊 那他要 除以x-3的余式 那就是x要代3啊 x要代3 我說過那個 要求余式的話 那就是x-3要等於0 因為 除4乘以商嘛 再加余式 那x-3等於0 那商就沒有關係了 好 所以x要代3 那x要代3 在 這個地方 好 你看一下 這個x代3 好 那就變成F3 F3 求佑有的x都代3 那很巧的是 他前面有一個叫做 9-6-3 齁 9-6-3 好 那後面就變成 加3加8 就變成11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好 再來第九題 9 9 9的話他要 根號兩個根號相加 9的話他要兩個根號相加 對不對 那 根號裡面有平方啊 根號跟平方去掉要加什麼 絕對值 要加絕對值 好 要記得 那要加絕對值 好 就變成這樣 好 要加絕對值就變成這樣 那加了絕對值之後呢 那這個 呃 A就變成-2 好 那B就變成 5 B就是5 B是2 對不起 我看反了 B是-5 A是-5 B是2 好 A是-5 B是2 好 那所以這個再帶進來 再帶進來 有沒有 小心 這是-A嘛 -A加B -A加2B -A加2B 就變成根號9 根號9 不要寫正負3 根號9就是3 再來 第 第十題 第十題 好 是超機車的一題 好 第十題 就是這個 好 根號這個 就是說下一項等於 1加上一項的平方 再開根號 下一項就等於1加上一項 an平方 再開根號 好 所以說 你要一個一個照數據的 列出來 好 列出來 你看一下 你的 從A1 我就開始列 A1 根號10 A2 就變成根號11 A3 就變成根號12 那所以他們左右會差9 所以你到A999 就會變成根號1008 差9 然後A1000 就是根號1009 好 那他說要 所有的A都要是什麼 整數 那表示可以開根號 可以開根號 開根號 從10以上可以開的 因為你A1就是 A1是根號10 從10以上可以開的 那就從16開 25開 36開 49開 一直開到什麼 不可以 因為你是到1009 好 所以說 32的平方變成1024 那就是用 1024太大了 所以用31的平方 961 那表示從 4的平方開始 4是16 到31 31 所以4到31 總共是28個 好 好 再來 最後 最後是 填充底 第一題 999.999 然後 2次方 好 那 這2次方 在哪裡 好 那你就要改成 1000 1000-0.001 那一樣 A平方-2 221 b加b平方 我都有寫 好 那 因為你減2 100萬-2 變成 999998 各位數是8 好 第二題 第二題 他說 那個 要求分母那個b 好 b跟那個a 那也要把b移過去啊 好 左邊乘b 右邊乘b 那就變成b 就跑到 好 左邊來了 b跑到左邊來了 好 那 那你要符合2的次方嘛 2的好幾次方 對不對 所以變成要1加乘1- 所以2的平方加1 那b就變成2的平方-1 要提供這個2的平方-1 也就是3啦 吼 那所以一個一個乘出來 哦 那就變成2的8次方加1 2的8次方-1 2的16次方-1 所以a就是16 那b就是3 那16-3來13 好 這個是第2題 第三題 第三題 第三題是說 x的0 多向式 齁 x的0 多向式 x的0 多向式 x的0多向式 所以說 你說有係數啊 全部是0 包括常數 齁 包括常數 都是0 那所以 就長這樣了 齁 就長這樣了 那 你要對準啊齁 對準你的係數要對準 齁 那後面這裡有一個連立方程式 要求a跟b 齁 啊最後才變成這樣 齁 最後才變成這樣 齁 那第四題 呃 第四題的話 那題目 我看一下 第四題的話 他說 他說 他二次向係數是5 齁 二次向係數是5 那一次向係數是6 齁 那你是不是要全部整理 A通通要乘進去 B要乘進去 那他這個有 他有缺項齁齁 齁 要小心他自己有缺項 你看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不是缺項啦 他是常數項沒有 所以是0 尤其是第二排 你是從三次方寫下來 齁 三次方寫下來 那你看寫整齊 一定寫整齊 齁 然後 A加B 然後 3A 3A-2B加1 齁 3A-2B加1 齁 那係數5跟6 那做連立 你看 再做一次連立 拜託 那做完連立之後再帶回來 那這裡就是A齁 負A-7 這也是負A是3 齁 所以負3-7 所以要-10 齁 所以最後的市值長這樣 好你可以暫停看一下 好 大概就到這樣齁 那 我花時間 也錄一下 看不曉得品質怎麼樣 那 呃 麻煩你 一定明天早上看一下 然後 把他寫下來 那第二面我再錄錄看 好嗎 我有空我會再錄錄看 沒有空就是你明天來的時候 我再寫解答給你 好 謝謝 晚安